定期定額買比特幣一年會賺多少錢 從一年前我每週投入100USD到比特幣的上面 至今為止已經賺了18% 那換算台幣的話大概是賺了快3萬塊台幣 那麼我究竟是如何辦到的呢 我是使用币安App的訂投功能 那如果你還沒有币安帳戶的話 可以透過影片下面說明連結來註冊 可以享有額外的交易所貼著扣 那麼操作方式的話是先把USD從其他交易所 像是MAX等台灣的交易所 先轉賬到币安來 然後呢接著到币安App點右上角更多 然後找到交易 然後點訂投 接著尋找你想要定期定額買入的加密貨幣 例如說像漢克之前的話就是定期定額買比特幣 就在這邊點創建 然後輸入你每次要投入的數量 最少的話只要投入0.1顆了 這邊循環周期的意思是你多久要投入一次 那像漢克當初的話是每週 然後每週一的12點投入USD去買入比特幣 那麼記得按下一步 這邊的話意思是說你要用什麼錢包來自動扣款 例如說你選現貨錢包的話就是你現貨錢包裡面只要有USD 那每到了扣款時間他就會自動從你的現貨錢包裡面拿USD 去買入比特幣 那麼這邊的保本鑽幣錢包打開的意思代表說如果你現貨錢不夠的話 那他會自動從你的保本鑽幣錢包裡面拿走USD來申購 那這個的話會建議你開啟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在等待扣款期間你可以先把USD放到保本鑽幣錢包裡面來加減獲得一些額外收益 那確認沒問題以後按確認就可以開始定期定額買比特幣了 那你也可以到我的計畫這邊來查看你的定期定額的詳情